A點的坐標給你 B點的坐標給你 而且P點是這個橢圓上面的這一點 那或者說三角形ABP 它的最大面積等多少 我們把這個橢圓稍微畫一下 它的中心在零頂 然後它是坦折的橢圓 A等於3 B等於2 那畫一下就變這樣 這段3 這段2 那所以如果你 A點是30 那應該是這裡 B點0就在這邊 所以就連起來 那P點是上面的那一點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 那因為它的方式是這樣 所以P點1兆0的這個參數式 就可以寫成A有3C大 B有3C大 A是3 B是2 所以3有3C大 2有3C大就可以寫出來 它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要求這個面積的話 這面積可以用什麼呢 就是2分之1的底層高 底就是這個 那高是這個 那AB線段就可以當底 A座標 B座標有了 當然它的AB線段很容易就求出來 兩個AX相檢平方角 外相檢平方開根號之後 不到根號13 所以這個底有了2整理 2分之1乘以這個高 高其實可以用P點到這條直線的距離 所以你要先求出AB直線 因為AB直線也很好求 因為有一個這個 3比0的話 你可以用Y-0 就等於斜率乘3X-3 那Y-0等於斜率乘3X-3 斜率就是2X相檢 2分之2Y相檢 3分之2-2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把它通通乘以3在1 像一下 2X加3Y-6等於1 P點的坐標在這邊 到這條直線的距離 就可以用距離公式 根號A平方加B平方2 平方加上平方就是根號13分之 再把它帶進去 然後加個訣略值 就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面積就是2分之1 乘以這個比1 再乘以剛剛這個 絕對值的這一個 就是你要求的面積 那我這個給它消掉 這2跟它約一下 就變成3可以提出來 3X加3X-1 那其中這個 X是0到2P都可以 所以你這個部分呢 你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去做第二 那這個做的第二 它最大值當然就是根號2 那這個是這個-1 所以你希望整個訣略值最大 最好這個是用負的 負的最大值是負的 就是它整個最小值 就是負的根號2 所以這個當它等負根號2的時候 這整個訣略值出來會有 負根號2-1的訣略值 就是根號2加1會有最大值 所以是3X-1 根號2加1就是它的最大值 那如果你還要求P點的坐標 你可以仿教我們 范利久的方式來做 這邊就不再多說 看看這兩個問題